今天的新闻题要有 中国在台湾周边展开全包围军事演习 拜登政府游说美参院民主党人叫停台湾政策法案 美国宣布喉豆疫情爆发进入卫生紧急状态 泽连斯基·希冀与习近平会谈 驻终结俄乌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电视新闻 今天是8月4号星期四 我是主播明月 大师小时身边是新岛和您紧贴时事 我们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为您特别制作的节目 希望可以为您提供每天最及时有用的 国际全美加州还有湾区有价值的资讯 先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众议院议长普洛西3号访问台湾结束之后 中国解放军于4号中午开始 持续三天在台湾岛的周边 举行全包围式的军演 据中国媒体的报道 此次军演是攻台的实战演练 常规导弹可能首次穿越台岛上空 否认了海峡中线的存在 台湾军方则指 军演如同锁岛 无视台湾的领海 台湾多航班不得不暂停 日本防卫向岸信夫表示 中国发射的9枚导弹 由5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 日方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 中方表示不接受日本的说法 敦促日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 星期三8月3号深夜约11点27分左右 台湾的国防部官网也遭受了攻击 导致官网瘫痪 出现回应时间过长 无法连上该网站的信息 那有关的单位正在抢修和追查攻击的来源 普罗西访台带来的影响持续发酵 七国集团外长发表联合声明 称中方无理由一次访问为借口 在台海进行侵略性的军事行动 在柬埔寨金边出席东盟会议的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发声明驳斥 指七国领袖集团声明颠倒黑白 无端的指责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理合法举措 他还批评美国指美国公然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国际社会对美国危险而愚蠢的行径应该以与一致的谴责 据报 拜登政府正在游说民主党参议员 为一项将潜在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的法案 踩急刹车 美国国会参议院跨党派的重量级议员6月16号 提出了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 法案将寻求大幅的调整美国对台的政策 对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并支持其参与国际组织 那法案还将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 报导指拜登已经在努力的应对日益紧张的美中摩擦 而普罗西对台湾的访问加剧摩擦 台湾是拜登和习近平上周通话的一个主要话题 那普罗西昨天抵达韩国进行访问之后 转抵日本展开了亚洲之行最后一战的访问 普罗西在访问韩国期间 与总统尹熙悦通了电话 双方就韩美同盟的战略重要性达成了共识 尹熙悦还高度赞扬 普罗西是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长期耕耘 普罗西明天将会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早餐会 预料谈及台海和朝鲜局势等议题 明天将会结束亚洲之行返回美国 看完今天的头条来看一下美国国内方面 美国联邦政府今天宣布 猴豆疫情进入公共卫生的紧急状态 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表示 准备提升应对猴豆病毒的反应 敦促美国民众认真对待猴豆 承担起应对病毒的责任 美国疾控中心最新的资料显示 美国6600多名人感染了猴豆 是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 列为突发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可令资金还有法规更加的灵活 以应对猴豆的传播 俄罗斯法庭今天正式的裁定 现年31岁的美国女子NBA球员格里纳 偷运及藏有大量的毒品罪名成立 除9年的刑期之外 判罚罚款超过16000卢布 格里纳早前已经在庭上承认控罪 他的辩护律师对裁决表示失望 表明上诉 拜登表示不能接受判决 要求俄罗斯立即释放格里纳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俄罗斯扣押格里纳是错误 判刑不公益 我们来看一下湾区本地方面 星岛记者周子军三番市的报道 由三番市卫生局营运提供长期的医疗护理服务的 Laguna Honda医院即康复中心 今年4月被联邦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吊销了认证 停止资金支持和医疗花费报销 并被勒令关停 医院被要求在9月13号之前把所有的患者全部转移 院方表示转移计划进行困难 有部分的患者将被迫移至无家者可归收容所 市长布里德表示 强制的转移计划已经导致6名患者的死亡 为此三番市的市府律师邱信福 还有前市府律师赫雷拉 都在8月3号分别提出诉讼起诉联邦政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继续为您播报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一下湾区本地方面 外界一直关注在6月选举中被罢免的前三番市 地检官博彻斯是否会在卷土重来 但是今天周四他在推特上宣布 不会再在今年11月的选举中竞逐该席位 他表示不间断的竞选活动 已经对他的家庭造成了影响 他去年9月才迎来新出生的儿子 还有刚刚从监狱获释的年迈父亲 所以他决定为家庭退出竞选 来看一下加州方面 在加州和俄勒冈州州界县附近爆发的 麦金尼山火经过消防员持续的扑灭工作 目前控制率已经达到10% 山火的东南方已经得到控制 西斯科县网友7800人的 伊雷卡镇及其附近地区的疏散令也已经降级 部分的居民可以返回家园 但是情况仍然危险 官员说约有1300名的居民仍然处于撤离令之下 来看一下科技方面 据科学网站Time and Day科学家表示 地球的自转速度正在加快 根据高精度原子中的数据 今年的6月29号是有记录以来最短的一天 较正常的24小时快了1.59毫秒 正常的地球完成一日24小时的自转 虚实大约864万毫秒 即8.64万秒 每一日都会有少于1毫秒的升跌波幅 而仅仅不足一个月之后 今年的7月26号 记录再险些被打破 当天是较正常快了1.50毫秒 好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方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了 香港南华早报的专访表示 寻求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直接对话 以助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 这是他首度接受亚洲媒体的专访 报道指 泽连斯基敦促中国发挥对俄罗斯的 巨大影响力来结束俄乌战争 他指出中国是非常强大的国家 有着强大的经济体 能够在政治经济上影响俄罗斯 而且中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 常任理事国 美国周二在阿富汗的一次 无人机的反恐行动当中 击毙了阿盖达组织领袖 扎瓦赫里 塔利班今天表示 对于扎瓦赫里在阿富汗并不知情 并同时调查美方所谓 已击毙扎瓦赫里的宣称 塔利班和美国曾经签署多哈协议 承诺不窝藏阿盖达组织成员或企图袭击美国的人 而美方也因此在该协议当中承诺从阿富汗撤军不袭击塔利班 来看一下日本方面 日本广泛地区连日以来受到大雨的侵袭 东北山形线及新泄县等地更录得破纪录的雨量 至少两人失踪 山形新干线的部分区间周四整日停止 该区严重的水禁及停电 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片段显示 山形线川西镇的一条道路倒塌之后 造成了广泛的破坏 日本政府已经派遣自卫队前往灾区协助救灾 并警告土石流和水浸的风险还在增加 呼吁东北五个地区的20万居民疏散 来看一下冰岛西南部雷克亚内斯半岛的法格拉达尔火山 当地时间8月3号喷发 这次喷发为裂缝喷发 通常不会导致大爆炸 或者是大量产生散布的平流层的灰烬 冰岛政府评估认为 火山喷发对人口稠密地区 和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的风险较低 但因为现场气体可能有毒 呼吁游客和民众避免接近 禁止飞机飞过 在沉睡超过6000年之后 法格拉达尔火山曾经在2021年的3月19号开始喷发 那次持续了大约6个月 来看一下智利北部的铜矿附近发生了地线 形成了一个神秘的天坑 智利政府宣布对地线展开调查 初步的观察发现 天坑直径约25米 深约200米 目测坑底有大量的积水 但是坑底具体的情况有待进一步的勘察 这个神秘的天坑 位于智利首都的圣地雅哥以北约665公里处 附近的铁拉阿玛里亚镇约有1.3万人口 天坑未对采矿工人和附近的社区居民产生影响 来看一下巴西方面 巴西的知名男网红兼建筑工人赛加托 多年来冒着风险不断地将名为合成纯的药物注射进体内 好让自己拥有极度傲人宛如绿巨人的壮硕肌肉 他在TikTok上拥有170万的粉丝 不时地会展现出自己的惊人肌肉 然而近日却传出他在生日的当天 因为呼吸不顺而送医急救 最后宣告不治 享年55岁 那他过去还曾有毒瘾的问题 实际的体型其实已经相当的消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星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明月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